Hello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鲜 那我们今天接着来纯爷们复盘的第六回啊 那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啊 就是我以后呢每次复盘这个内容都有哪些啊 首先呢我每次复盘都想复盘一个月的数据啊 当然这以后呢不一定肯定是欧元和美元 也可以说是大家喜欢的那个黄金啊 或者说是美元日元呢 或者说大家喜欢日经R25啊 或者喜欢什么 我这个复盘软件里面有的数据呢 我以后都可以复盘啊 如果你想看什么数据的话 你可以在下面评论让我知道一下啊 然后第二点呢我每次这个入场和出场的理由 我都会就说出来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当然呢我肯定不是说特别厉害那么个人啊 但是我可以代表这个大多数交易者 那心里是什么 就是我入场和出场心里这个变化在哪 就是可以做一个很典型的这么个例子啊 当然我入场和出场如果有好的地方呢 你可以参考可以借鉴 但如果有不好的地方呢 你可以就是当一个警钟来 就是我就是你下次入场的时候 会不会也产生这种心理 然后有些网友就提出来 就是你最好每次都总结一下 是不是今天入场 在哪入场在哪出场 然后你有什么体会 要总结一下 是不是那最后一 在视频的最后呢 我就稍微总结一下 我觉得这种内容的话 大家应该能有很好的学习 我在复盘当中呢 肯定也会有一定的进步啊 那这次视频呢 我们主要用的还是道士理论 水平线趋势线还有通道 那我复盘的软体呢 是这个软体啊 那还是如果你觉得 真的对你有帮助的话呢 一定记得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啊 好的那我们现在开始复盘 好的那上个视频呢 我们复盘到了这里啊 是9月7号 那今天我们争取呢 复盘到这个10月7号啊 就把9月全复盘完事啊 我们每次呢 还是从这个日足来看 日足来看 这明显是一个特别大的趋势啊 这2017年趋势这么大 那现在走到了这个位置 他经过了这个小盘整 然后一个涨期 他突破了这里 来一波大涨 但他现在又反过来了 但是还是在这条趋势线上啊 那我呢 主要是从这个一个小时开始入场 这现在画的线有点太乱了 那这移动平均线 2175和200啊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 看我一个月统计一下 我能入场多少次啊 这是 这这有一个小通道吧 大家能看出来了 这上面也是 虽然说这个时候是这个通道 但是我是不想 我是不想看空的啊 现在原来这个趋势有点太大了 我还是日足这个趋势也太大了 不是说看空不可以 而是我觉得看空 不利啊 对你的交易不利啊 看 但我现在又不敢看多 所以他突破了这里 现在是10点 咱们还是稳一点 稳一点好吧 他回测了咱们再进啊 这样回测了一次啊 回测了一次 这时候进一单吧 如果他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止损 你看他这种 这种单出来了啊 那一般 有很多朋友都在这 这里边 就做了一个止损 然后他打掉了 就上来了 但我一般呢 都是看一个小时 他走完之后 我再止损啊 那这来了一波大的涨势 那我们就利润确认一下啊 或者说 现在他到了这个高点的附近 我看了一下我之前那个视频啊 其实啊 在这个潜高做利润确认的话 还真是比我之前那个 想抓大趋势那种做法 这个赚的更多一些啊 但是为什么我会现在再牵高 这个就利润确认呢 因为他现在 呃 这个趋势已经到这个位置了啊 他再高的话 我感觉抓不出来啊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先利润确认一次 或者说 呃 来一个移动止损 因为他有的时候会怎么样啊 市场 他会 下来一波 然后再上去这种啊 这种涨势点太大了 再看一个小时 啊 好吧 但这次呢 呃 有打一种止损啊 刚才就应该在这止损 在这止盈啊 咱们现在 标一个一 这是我第一次交易 第一次入场啊 因为他刚一个大大上涨呢 他又一个大下跌 呃 这时候应该 进一单 刚才就心理变化有点 就省一省 看看 有点伤心了啊 所以移动止损 其实 有的时候也不是对的啊 没有全部正确的东西 他现在已经突破了前高 啊 又回测了一下 就是他角度有点太高了 是能进吗 这时候就正常人的心理 价格太高 不敢冲了往上 这突破了 来到了21均线 又下来 现在这么高了 那我今天选择做空一点 是不是不错的选择 做空的话 我就想马上快点出场 能到75旁边吗 算了在这跑一达吧 因为欧洲快快开场了 这是第二单 接着来 其实我有个反应啊 75反应了 这位置我还不想坐啊 为什么 因为他现在这个 局势再加上21线啊 他说上来了 再看一下 还真突破了 再下来 看到这种 为什么我不入场呢 就一种感觉 说是感觉 大家肯定不相信啊 就觉得这种 没有什么价格冲突 没有什么动能 然后感觉他 这块一直往下跌 然后你要是抓的话 你就抓这么一点 就觉得 不想入场 那做空呢 我又不敢做 就到现在这波 一直往下跌 那他突破了 那他突破了这条 趋势线 然后就在200这 我觉得这时候就可以进了吧 然后呢 止损呢 射到这个 下面附近 那现在 我一般 就是不想 就是把止损挂着啊 每次挂呢 会发生一些事 一小时没结束呢 就别打下来了 所以你要 我就不挂 如果看着啊 确实下来了 那我就手动止损 这应该是 现在 38个点 这看也就是 上不去吗 就你看这种 这种他下跌 然后穿上来 这些人我估计 一点点都跑了 所以这种时候 我会多拿一点 多拿一会儿啊 因为我觉得 他要是 在 在上的话 就触碰各种 止损点 但是呢 他并没有 趋势线 他再突破下来 我就止损了 哎呦 这 这个要不要止损一打 50多个点 止损一打 这是第三回 这是第三回 这块有点做的不太好啊 因为他在这儿开始下跌了 就开始下跌了 跌的有点太厉害了 突破了这条趋势线了啊 这趋势线它突出来了 这时候我就 看空的话 我觉得它到这个位置 会不会有个反弹呢 到这个线位置啊 这时候画趋势线就这么画了 把这个删了 放到这儿 你这个时候 你说怎么进 怎么都不敢进 你只能看着 你就只能看着 哎呦 他上来 我应该 现在准备想做空了 又下来了 今天要不要扔掉呢 今天就不做难了 因为这个时间 就九点了啊 应该没有什么大的走势啊 大的动作 我看一下四小时会不会清晰点 四小时能清晰点啊 它如果突破了这里 那我就接着看多 没突破下来了 那我就做空 一个小时 一天呢 它到这个位置 有个反弹 它能弹上来多少吧 也会看这个蜡烛啊 它是什么一个形态的蜡烛啊 像这种 触碰21就上来 这时候我就不敢做多 做空了 稍微有一个 又下来的意思了 那这时候 各种的阳烛 各种阳烛 它能否突破这里呢 能否突破这条线呢 这时候我就想进一单 然后它打破了这里呢 我就 这个 止损啊 这回射一个十寸 因为它很有可能 框就上来 然后 这到底别打 出了二十个点 就是我要跟一单多吗 这边 来个反应 就是跟一单啊 能不能跟出多了 又到了这个时间 这条线有点歪啊 是这样的 这会形成了一个双底部 能不能走起来 到了这个位置 千高 这是我现在只用一单吧 会不会接着上来呢 我想再看看啊 看到 它超过现在200线 超过这些各种阻力都突破了 这时候我就想再多拿一会儿 看能不能到这儿来啊 这时候就可以移动直营了 这单机肯定不熟了 就到75下面这儿 就移动直营一下 啊 又来这张 全部扫掉 全部扫掉 然后怎么办 这应该是第四单啊 我是不是在这做第四单 都忘了 这种盘整其实最恶心的啊 我最不擅长的就是这种盘整 还好刚才那个移动直营我做做好了 那这种怎么玩啊 没法玩啊 这种就是市场 不让你赚钱呢 你怎么做 在这个位置光下来了 这个时候就是不是赚钱的时候 不要着急 就是去盘整 在这盘整啊 盘整的话就是 你在这种中间地带 最好别近啊 这种 不高不高不低不低 这种地方 这来个这么大大烟烛 完了他一点点往上 多个人 哎呦 我去 令我发指啊 这种这种盘 我去这时间有点太长了 这时间视频时间还有点太长了 这段时间 今天我先录到这啊 就想想 那想想这段时间你说怎么玩 我也检讨一下 看这一二三四 啊 入了四单 就令我第四单很 印象很深的就是 我看的这个位置也太高了 我想 就是利润确认在这啊 我想抓一半大的 但是他来个这个 这有点意想不到啊 但是咱们这个理论就是他下跌这个理论 然后突破这个趋势线 看涨这段时间 是正确的 那他现在你看他 啊 上没有没有突破这点 他下来了 然后就看他和这个点 他们之前什么关系啊 如果他冲上去了 那可能他就要到这个位置 如果他没冲上去就下来了 那他就可能来个大下跌了啊 所以现在我们市场 我是准备看空的啊 那下个视频咱们再看吧 他具体怎么 现在怎么走 那我现在目前准备是看空的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吧 因为这个一个月 没走出什么玩意来 所以我觉得赚不赚钱呢 去穿全是根据市场来判断的 不是说有一个系统你就每个月都可以赚到钱的 我是这么认为的 好那谢谢你的收看吧 如果这个视频对你呢 如果有那么一点帮助的话呢 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啊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